差不多9月底做完會在公共電視播映 目前有完成大概十多集 因為同時之間我們還有機會去接觸到台灣透明組織 然後他們剛好有一個計畫要宣傳就是跟小朋友宣傳法制教育 那今天的片子因為公司準備我不曉得沒有帶正片的部分 就是顏小妹二次六集的部分 那我手桌上就播放顏小妹代言法制宣導的狀片 我們公司是幻想曲碎內容先公司 然後我是我姓冷所以叫我code就好在業界就code 所以那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做動作指導跟導演的工作 那我因為這一次其實論壇來講我覺得蠻 我有看到一些討論就是會後的討論的議題 那我覺得就是想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說 其實台灣的生產出來慢慢進而有自己的想法 就變成說覺得其實我有一天也希望能自己拍自己的動片 那這樣子的來講你可以把你的時間拉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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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海底大作戰是那時候有一個 當有一天你顧視到那個標榜雷克 他放的照片是200樣 那沒目的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部分其實是會 會謀殺掉一些我們的創意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在陸續在播音當中 也得到一些feedback也蠻好 那像這個是當他們那個看完之後 所留下來的一些想法 那我覺得這句話其實是一隻大冒險 除了拍片以外 內容還有我們拍片的一個辛苦 就是說不要怕接受所有回憶 就像我們第一部藏映的動畫片 其實也收到很多提提指教 但我已經算是吃青蛙這些協會的宗告 所以其實還有最後演變成什麼 就是退化論 因為我們開發 其實這在講一個比較環保的議題 就是說我們在講其實 我們在講的每一代每一代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幫他想 很多朋友可能會上網路動畫 那我今天就有帶